金港湾华人总会在一山半海风景秀丽的洛杉矶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热闹登场 PV地区的市长、市议员等美国的主流官员与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300多人欢聚一堂 共同欢庆,今年新春假节 金港湾华人总会成立的时间不长 当然却在PV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次在主流举办春晚是希望在海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同时也让美国的主流官员认识和了解东方文化的魅力 这是在PV山上是第一个华人的联合总会 在2017年春晚到来之际 我们所有的华人在这里举办了 在川普高尔夫球举办了一次非常盛大的华人晚会 因为这里很多刚刚来美国的新的移民 他们不知道不懂这里的很多规则 但是通过这个协会大家互相帮忙 而且搞一些活动使他们还能够记得祖国的那些传统 另外对这里的市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人在这里已经有定居了 也对这里本地人也有贡献 春节联邦网会上节目丰富多彩 包括古针演奏 乐剧轻唱 太极剑 京剧演唱 中国民族舞 歌曲演唱 迪销演奏和汉服服饰展 南加州台大校友会舞龙队还表演了开场龙舞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 陆兰基采访报道